有為了看歌仔戲請假嗎 有 就是那時候我的員工 他就禮拜六的時候 大概他是上晚班 晚班是五點上班 所以他四點半到的時候 他就來跟我講說 甄莉姐我今天要請假 我說妳今天要請假 可是今天禮拜六 妳現在才說是怎麼了嗎 妳有什麼事嗎 為什麼突然要請假 而且我們沒有人可以帶妳的班 然後他就會說 沒辦法 因為我今天一定要請假 我說那是為什麼事 他說因為那個明華緣來台中 我要去看歌仔戲 我說明華緣來 可是妳不知道 我們是不能休六日 我也不能讓妳請假 我現在如果讓妳請 那以後其他員工要跟我請 我是不是也得讓他們請假 然後他說那這樣 好 他當下就辭職了 他就走了 後來加入明華緣 他的願望 下次花園有躲掉 比工作還重要 後來他變成明華緣的要角 這是一個蠻勵志的故事 這就勵志 這就勵志 竹夢的故事 你自己掰的啦 修緣姐請假妳也碰過 有 因為你知道 社會新鮮人 他們剛踏入大概是六月 八月 是他們最高峰的求職潮 那有一個他八月底才來面試 後來就過了 過了但是他說 我可不可以 我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以後上班 不能請長假 所以我要先請假 帶爸爸媽媽去玩或什麼 想說 好啦 因為才多兩個禮拜 也勉強 對 好 晚一點上班 好 九月中開始上班了 上班沒多久呢 到十二月 他就說我要請長假 而且 我們說 這個時間我們正忙耶 你要去哪裡 因為我要去美國跨年 還有度Christmas 所以我要請兩個禮拜 他才上班不到三個月 剛剛過試用期 然後他就準備又要去度假了 連試用期也要慶祝 所以我們就覺得 其實新鮮人真的還滿不長眼的 OK 有沒有遇過什麼 新鮮人超扯的離職方式 那個現在的年輕人 離職都不用先講的 上班不到五天 剛好那一陣子 因為新節目要開播 比較忙比較累 到了晚上十一點多 他說尿好急 不能憋尿 我去尿個尿 就這樣喔 去尿個尿 就不見了 尿燉 去哪裡 他去哪裡 沒有 就尿燉了 他就回家了 就走了 我想說奇怪 這個只有以前我們年輕的時候 那個去吃 去聚餐吃飯 跑單 跑單 還會尿燉 然後人 然後還碰過一個在攝影棚現場 然後因為藝人 那個也好幾個沒來 然後一直罵他 一直罵他說你怎麼盯的 到底跟人家有沒有講對時間 你趕快 那個時候電視台都有那種公用電話 就跑去台視 轉角 要去打公用電話 再去吹藝人 就這樣喔 就在我們以前 憑空就不見了 怎麼奇怪 打個電話沒有再回來過了 而且不瞞各位說 到現在 既然找不到他 是嗎 那 我們工作人員 私下在聊這個事情 心中充滿了一種 一種 詭譎的感覺 充滿了問號 我每次問我同事說 這個人到底去哪裡了 到底去哪裡了 後來同事悠悠的說 他可能落入異次元空間 什麼 變什麼可能啊 製作黑洞 黑洞 我跟你講 我也遇過一次這種 不是員工 是我那時候因為租房子 我租房子都習慣說 我會把 我就請人家來欺 結果呢 就是 覺得奇怪怎麼欺一半 我說 那那個誰誰誰怎麼沒有來欺 我就問那個負責的人這樣 他幫我找的那個 那個油漆師傅 我還記得叫小蓮 不見了 我說不可能 你知道嗎 那個刷子都還沒有乾喔 就這樣子 就是感覺他明天還要再來的 那個樣子 OK 三天都沒有來 找不到這個人 然後我們還是跟那個 那個負責整個的人講說 我說他去哪裡了 你要不要叫他來 他說我也聯絡不到 好 我就開始看新聞 Oh my God 什麼什麼溺水啊 什麼的 我要來 然後我跟妳講 那個就是就沒有辦法 那這個剩兩瓶 你要怎麼辦 然後我想說 好吧 那我知道自己來欺 而且其中有一個房間 裡面有一點臂癌 那我就還要 刮 刮嘛 OK 不是 那後來那工人的下落呢 那工人的結局呢 就不見了 也沒下落 然後我跟妳講 所以可是我要搬家啦 所以他那一堆 買藝啦 油漆什麼的 刷子什麼的 我通通不敢丟 所以我就直接 有一間儲藏室 就放那些東西 還幾千塊的油漆的錢 他也不要耶 這個比較奇怪 你就是尿噸也好啦 你耍賴不來 至少錢拿著再走再說 沒有 剩他就要爸爸媽媽 打電話來請假的對不對 對 真的就是年輕人的責任感 不知道在哪裡 那時候我還記得 那時候我們是 在當記者的時候啊 突然有一天呢 有一個新的記者來了 我們想也沒看到主管面試 然後後來就私底下打聽 才知道說 原來他爸爸是醫生 女兒呢 想要當記者 雖然他不是相關背景的 所以主管呢 上面交代一下 後來就把這個人 放在我們公司這個部門裡頭 那因為當記者 我們要排班嘛 譬如說 六日總是要輪班 要來上班 結果有一天呢 禮拜六 怎麼少一頭羊 少一個記者 這個記者人呢 原來是少他 那人怎麼十點多了還不來 因為我們大概是八點半 就要進公司了 那人還沒來 那主管就打電話去說 等到快要中午了 他才回電話說 我睡過頭啊 那我 那主管想說 人家有八股 好啦算了 那就今天我們自己 像其他人cover就過去 就算了 然後來隔幾天 有來上班哦 上班也正常哦 就有一天 又沒來了 大家想一定又是 又是睡過頭 打電話去 沒接 下午還是沒接 後來不得已 找到他爸爸 他爸爸說 抱歉啦 我一定叫我女兒跟你們聯絡 結果呢 都沒出現 結果後來第三天 他爸爸媽媽打電話來 給公司的主管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女兒可能 覺得記者比較辛苦啦 那不然就 就不要坐好了 好 不好意思 所以呢 從頭到尾 他請假呢 都不是自己請的 然後離職呢 也是爸爸媽媽幫他講的 一整個就是 靠大主 真的嗎 OK 這種真的麻煩 還有另外一種這個 另外一種的員工是這樣的 他說 一步就坐一步 把主管是當家教的感覺 各位有碰過這樣子的嗎 我有 所以我們有個正職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下班了嘛 第一天上班 我說下班了 把那邊桌子 外面桌子收進來 他說好 結果他就只收我比的前面那邊 因為我們三角床 後面都沒收 我說你為什麼後面沒收 他說因為你剛剛比那邊啊 然後譬如說冰箱牛奶 我說過期了 你怎麼沒有丟掉 他說沒有人叫我丟啊 然後切番茄也是 我說你把那邊番茄切一切 然後切好就丟在砧板上面 我說你怎麼不冰起來 他說你沒有叫我冰啊 然後最誇張是有一次擦玻璃 我說那個玻璃上面都是手印 你就把玻璃擦一擦 他說好 然後我就氣到 我就自己在那邊刮玻璃 他就只擦那個有手印的地方 他不整片差 就是你要講一步 他還做一步這樣子 他這麼的鉅細迷移 聽指令 然後放對地方會很好用 他不會多做 這樣就不會錯了嘛 對 剛剛這種還是 至少你講了他會聽 但另外一種更麻煩是 設施不深還不聽指教 不受教的 公司新人有多不受教 主管們怒火控訴 公主並助理超荒唐 才與天后竟也不認識 指定的 這個點子 procedure 兩種 也不聽 任務 施不知